大家好,我是绿色健康系人 距离上次讲沙雕未解之谜又过了好几期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又来跟营销号兑现 来看一下那些可爱的小编们 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精彩的未解之谜 好家伙,我他妈直接好家伙 长二五号刚刚登上月球 就被我看到你这个营销号来搞事了 月球一直是地球的保护伞 为地球抵挡着其他小行星的撞击 现在月球已然是坑坑洼洼 美国早在1969年就在电视上直播宇航员登陆月球 但没有人登陆过月球的背面 而且美国在宣布成功登月仅三年后 就突然终止了月球的探索计划 因此月球的背面一直充满着神秘 这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就不去了呢 好端端这个词用得妙啊 说的好像上月球就跟买菜一样简单 这原因我之前也有讲过 因为这都需要钱啊,需要money 当年美国为了上月球 可是足足扎了225亿美元的 然后上去是为了干嘛 还不是因为和苏联搞军备竞赛 而且美国都已经赢了 目的也达到了 那还需要经厂上去吗 很多阴谋论也是抓住了这一点 说什么美国后来怎么就不去了呢 难道第一次是假的吗 答案很简单啊 就是因为对美国来说 这已经不值了 难道月球背面隐藏了什么 他们不想让人知道 或者是什么可怕的东西 阻止了人类的探索 月球背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呢 今天我们知道了 月球背面有长河5号这样可怕的东西 据说美国宇航员曾在月球上 做过人工地震实验 在分析结果后 他们发现月球竟然是空心的 这可不是一颗自然形成的星球 该有的构造 而像是什么东西造出来的一样 也有人表示 月球是外星人用来监视人类的飞船 他们就住在月球内部 月球背面是他们的活动场所 你相信吗 不是吧 人工地震都搞出来了 那你不是要毁灭月球哦 根据我查到的资料 美国登月确实有进行过一个被动地震的实验 就是在月球表面放置地震检测仪 然后利用废弃的火箭推进器撞击月球 从而检测月球的震动和重力等数据 但是这怎么就证明月球是空心的呢 我觉得牛顿就不应该发现万有引力的 你看现在对不上了吧 出问题了吧 牛顿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小编的心情吗 你还是顺着他吧 给他一点机会好吧 月球内部可能有一些空洞 就像地球的溶洞一样 不过这都是正常的低质结构 空心的说法没有被证实过 还有外星人这些就根本别提了 你怎么不说你妈是外星人呢 三亿年前的螺丝钉 1998年科学家在俄罗斯莫斯科卡鲁加考察时 发现了一块嵌有金属质螺丝钉的岩石 这块螺丝大约长一厘米 直径三毫米左右 罗茂和罗文的外观都清晰可见 第一只学家经过研究后惊奇地发现 这块岩石距今已有32亿年 这一发现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争论 难道数亿年前就有工业文明存在地球上 有科学家提出地球经过了46亿年的演变 人类文明会经历多次的毁灭和重生 但是这枚螺丝为什么会被保留3亿年之久 什么样的金属能扛住32亿年的时光 至今仍是一个迷 这新闻大家都不陌生了吧 好像10个营销号里面9个都拿它当个素材 这东西其实不是什么金属 而是一种生物化石叫海百合 它们早在韩武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是一种长满触手的脊皮动物 因为在海里长得像植物一样 所以也叫做海百合 一般生活在深海里面 以有机碎屑为食 就是捡垃圾吃的 有一些畜熟里面还有毒素 很多鱼都不敢吃 天敌比较少 现在的种类大概有600多种 每一种的形态都不一样 在远古时期就更多了 长得像螺丝一样的也不奇怪 从一些考古发现中我们也能看出来 它们的身体确实很像螺丝 所以一些没查过资料的人就很容易看错 不过就算这样 人类文明什么时候经历过多次毁灭和重生呢 那到底什么样的文明 可以在生产出螺丝钉的情况下毁灭呢 起码也得搞个外星人入侵 地球保卫战才行吧 哦 原来小编说的是这个啊 那没事了 有这些特征可能是高智商的表现 一 爱做梦 科学研究表明 智商高的人爱做梦 二 健忘 时常忘都忘息 可能不是本 只是大脑记忆优化 忽略很多琐事 三 懒 高智商的人更爱思考 纠闹时间多了 行动上就懒了 四 发呆和走神 有些人在发呆的时候 其实是大脑开启了宝宝火势 更容易迸发出想象力和创造力 五 夜猫子 伦敦火学院曾经对 两万多人的作息时间进行过调查研究 发现智商高的年轻人习惯晚睡晚起 哦 我明白了 有这些特征可能是高智商的表现 一 喜欢骂人 科学研究表明 喜欢骂人的人情商都很高 二 随地大小便 高智商的人从来都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只要你把面子放下了 你就可以随地大小便了 三 机场露 有些人在露的时候 其实开启了大脑的情感表达模式 更容易迸发出情欲和情商 四 喜欢发脾气 经常发脾气不是情商的 这是表达情绪让人感受彼此关爱的情势 五 看视频三连 蓝星人研究所曾经做过调查 发现高情商的人都喜欢看视频三连 烦恼环童 在武当山修行的一位道姑活到118岁 晚年竟然发生反老还童的迹象 道姑名叫李承玉 虽说是近代人 但她却是在光绪年间出生的 17岁就出家做了道士 在李承玉110岁之后 每天给她梳头的武当道姑竟然惊奇地发现 李承玉原本已经满白的头发根部竟然开始发黑 在之后的时间里 黑色越来越多 并且在这段时间里 李承玉原本掉光的牙齿也开始长出新的 李承玉烦恼环童的迹象引起了当地的医学专家的注意 他们对李承玉进行体检发现 李承玉的皮肤 血压 心跳 内脏的功能统统在焕发生机 根本不像是这个年龄该有的情况 体检结果让专家大为不敬 找不出原因来 可以啊小编 连钟南山都醒来了 真不愧是林啊 首先这个人叫李承玉 诚实的成 然后老人长出黑发而新牙齿的现象是存在的 不过并不是说掉光了重新长一百新的 而是长那么一两颗 老人长新牙一般是埋藏牙或者主生牙 这些牙齿隐藏在正常的牙齿下方 早期的时候受到正常牙齿的阻力无法冒出 当正常的牙齿掉光之后阻力没了 埋藏的牙齿就可以顺利长出来了 所以长出来的其实也不是新牙而是旧牙 而老人长黑发有可能是因为营养改善了身体变好了 也有可能是身体出了问题 比如激素或者力分泌失调等等 这些案例都是有的并不是什么神秘现象 然后还说什么各种器官重新换发生机 这老人确实很长寿 身体素质好活到了一百一十八岁 但再怎么长寿 你也不可能身体力生长越来越好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他怎么又死了呢 不应该活到两百多岁吗 看来现在的小编写文案都不打草稿了 三千年前的二维码 扫完后发现真相 从玛雅文明出现到消失 一直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存在 玛雅文明的科技发达程度非常高 有些完全是超乎了人类的认知 目前研究学者对玛雅文明的了解 更多来源于一些图案和记号的分析 以及推测 小编在 上看到 在墨西哥的一个博物馆中 一个雕像的图案十分引人注目 这个雕像据说是玛雅人制作的 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雕像的头部 顶着一个方形的石头 石头上面的图案像是一个二维码 二维码是出现在现代社会的东西 难道玛雅人真可以预知未来吗 还是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二维码了 很多人对这一块有二维码的雕像非常感兴趣 纷纷拿出手机扫码 恐怖的是 有一位游客竟然扫出了 上面刚讲完螺丝钉 现在二维码又出来了 这小编越来越离谱了 关于这个的谣言也是很多的 有人说扫完之后会出现恐怖的灾难 或者毁灭世界的信息 还有人说这是玛雅人留给我们的预言什么的 就还是那种老套路 没点心意 差评 这雕像根本不是什么挖出来的东西 只是一个艺术品 一个世人产品 是别人用来信游客用的 二维码还不算什么 甚至还有更离谱的 比如蝙蝠侠 这卫星你需要什么类型的玛雅文明都可以 我们可以给你世人定制服务 那么这二维码是什么呢 我也没扫出来 不过有人扫出来是通往一个购物网站的 所以这二维码就是一个打广告的 比地球更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科学家发现的超级地球 开普勒22B星球 有水 有空气 平均气温21度 是比地球更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体积是地球的17倍 距离地球只有586光年 来了来了 小编又带着他的超级地球过来了 有水有空气 气温21度 不说别的 就这三点就可以玩爆地球了好吧 我们这是虚假的地球 它这个才是真正的地球 那这地球长什么样子的呢 开普勒22B是在2011年的时候被发现的 它围绕着一颗内太阳恒星公转 处于它们星座中的宜居带 这类行星可以被归类为超级地球 但是别被超级地球这个名字所误导了 它不是说适合人类居住 而适合它的质量定义的 一般质量大于地球而小于地球的10倍 并且处于太阳系之外的宜居带的话 就叫做超级地球 温度多少或者是否适合人类居住 都不在判定标准之内 而这个星球的大小是地球的2.4倍 质量和表面组成位置 据估计质量可能是地球的10倍 而且可能存在海洋 这海洋或许完全覆盖了整个星球的表面 假设它和地球一样有大气氛的话 那它的表面温度大约是22度 因此不排除存在生命的可能 但这样的超级地球都已经发现上百个了 各种营销就经常拿它们来一一做文章 来骗来误导各位观众不讲道德 所以以后别看到超级地球就以为这是可以住人的 它跟是否是恶人类居住没什么关系 只能说它可能存在生命 好的 那么本期沙雕未解之谜就讲的差不多了 老规矩 有什么素材可以通过私信 或者简介里的邮箱发过来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上脸 我是律师健康系人 下期再见 拜拜